对面楼上一阵亮光 窗户喷飞过来 这是去年12月13号 发生在苗栗头粪的气爆意外 床垫烧的弹簧坏漏 屋内四处是焦黑的痕迹 潘先生一家六口吓坏了 还好人都没事 不过房子是租的 气爆原因影响到谁要负责 消防局鉴定是烟蒂引发气爆火警 但是潘先生认为 是电线线路老旧 还拍下烧坏的日光灯证明 我外里是从这边爆开 然后爆开就是他的电 死到或死娘 潘先生说事发当时夫妻在洗澡 两个孩子在房间 两个在客厅 气爆地点在杂物间 间一间原本大女儿睡 所以有床垫 但是女儿不敢自己睡 就当作置物间 他说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 他听到火调人员跟房东是同学 自己心想我完蛋了 认为是私交影响到火灾原因鉴定 年底那时候完全都没有 完全没有 抽烟引发火警气爆 房客恐触犯了刑法的公共危险罪 也得付起损失赔偿 如果是电线老旧 房客又没有危险使用的话 则是房东的问题 消防局反驳房客的质疑 认为见识凭证据 而且房东的同学为了避嫌 这一次的鉴定工作已经排除在外 我在发生之后我们依照我们的专业鉴定 那个他的同学也并会在我们的鉴定人员名单之内 气爆在透天错二楼 一楼是自动洗衣店 气爆之后二楼窗户还未修复 用帆布遮风避雨 房客是铁工失业四个月 因为修复问题跟房东闹得不愉快 过年期间已经搬离